眼耳口鼻、手手腳腳 哪個部位你會痛得最多? 當然是心痛, 尤其是失戀那樣最痛 超儀, 心肝皮肺神 眼耳口鼻、手手腳腳 哪個部位你會痛得最多? 當然是心痛, 尤其是失戀那樣最痛 失戀的確會心痛 但是如果心有事的話 還會心貴和心口痛 其實心理上的心痛 可能會隨著時間自己復原 但心理上的心痛就要盡快找醫生 很多時候心口痛 大家就會想到心臟病 其實心臟病引發的併發症 可以很嚴重 例如是心臟衰竭、腦、肺、心肌緊失 甚至是處死 身體最誠實, 心繳痛和心臟病 只是心口痛其中原因之一 內臟器官的感應細胞 經一個迷走神經 而迷走神經, 說明迷走 就是說很多不同的器官 都是經這個系統而去腦部 包括膽、肝和胃 都是經同一條神經線 例如胃酸倒流 或者膽石都可以心口痛 如何才知道心口痛是屬於心臟 這個問題很重要 心口痛時, 如果像壓力一樣 有大石像心口一樣 這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病症 就是壓住 沒錯 所以你做這個病症, 其實是從中間 最重要的原因是運動的關係 如果你上樓梯已經感覺到壓力 靜一靜下來 痛就少了 這個便是一個危險的象徵 那就快點去看醫生吧 師傅, 我做腫瘤科 每個朋友都不想見到我 但你做心臟科就很受歡迎 每個朋友有什麼事都找來 到底為什麼? 其實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他們很喜歡跟你吃飯聊天 不過是不想去你的辦公室 心臟病是一個很普遍的疾病 所以很多人都想看心臟科醫生 因為沒有病的時候查出早期的病 可以防止心臟病惡化 大家要留意心口何時痛和痛多久 因為心臟在胸骨的中線偏左 如果左邊胸口痛 很自然以為是心臟出事 但原來未必 說回醫學生已經要談的問題 心口痛 很多時候我們都知道 心口痛的原因很多 可以是心臟, 可以是胃 可以吃到, 甚至是皮膚和肌肉 到底怎麼分呢? 一個普通平民 誰知道心口痛是心臟所引起的 其實我們要明白心口痛的肌理 很容易明白 因為心臟一分鐘可能調六十下 如果血管塞了七成左右 它開始影響血流 但靜止時, 心臟足夠血供應 是沒有症狀的 但當你做運動 爬上樓梯或在MTR上 心跳得快, 負荷不夠 開始就有心臟痛的現象 通常維持十分鐘、八分鐘 一坐下不動, 便會舒緩 這個和其他地方的痛不一樣 像胃痛 吃飽東西或肚餓時痛 如果是肺痛, 便可能會吸氣時痛 還有一點誤解 很多人覺得心臟痛 心臟在這邊 肚臟在這邊 但很多時候, 心臟痛是中間的 第二, 心臟痛大部分不是痛的 是一種壓力的感覺 像石頭紮住 病人覺得氣喘 有心臟痛, 便會留意到 不過, 甚麼情況 才需要立刻去急病室 因為要去急病室 立刻通過, 便可能救到一條命 但有甚麼情況 可以等到明天 等家庭醫生有位置才會見 通常, 如果病人 就像剛才說的 在運動時才有心搞痛 休息了, 沒事 而不會坐著不動也會痛 這些可以等一點 可能第二天 去看家庭科的醫生 如果有急性的心口痛 病人是很痛的 會冒汗, 悠悄、 血壓低 這些一定要快點去急症失體 我們有三條冠狀動脈 到底塞了多少 我們才需要通波激呢 其實這個是取決於三個因素 第一, 症狀 心交通得很重要 那就要考慮通波激 第二, 取決於塞的程度 多數是七成 還有, 在哪個位置 例如主幹塞 或者在前降肢 LAD的近段塞 這個就更重要 如果有很多條血管都是有塞 這個又更重要 第三, 取決於心臟功能 如果心底是差的 功能很差的 我想我們一定要 採取比較黏底的方法 打通血管有時候 心臟功能就會好 如果說通波仔 你是聚在行 有沒有一些新的技術 現在新的技術 就是令到通得更好 以及更加安全 我們通通的波仔 很多時候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血管已經很蓋化 普通的波或是閘不開 現在有一個方法 還要用衝擊波 這個衝擊波原本 是用在碎神石的 把它弄小 在那裡把蓋化震碎 這樣讓我可以放肢架進去 撞得更漂亮 平時我們感覺不到心跳 但在考試的時候 或者看到美女的時候 心跳會突然跳 為何會這樣 通常我問病人 你有沒有心跳 他們一定會第一句問 當然有心跳 不然我怎麼來你的層樓看你 其實我們說的心跳 就是一些不正常的心跳 如果你做運動的時候 心跳會越跳越快 當你不做運動的時候 它會慢慢平和 這些是正常的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的腎上線會增加 我們最覺得不正常的 就是那些心跳突然跳得很快 好像我們現在聊天 心跳六、七十下 突然跳到一百五十或二百 這些一定是不正常的心跳 而停的時候會突然停 而在這兩類而言 有一些平均和不平均的 像這些,如果這個是正常 這些就是快、平均的心跳 有些是這樣的 H-Fibrillator 沒錯,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防腎 是完全不同的 正常的心跳是有規律、有折迫的 相反,心防腎動制 最常見的心律不正 心跳會忽快忽慢 心防腎動容易併發中風 甚至是心臟衰竭 心律不正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需要吃藥 但除了吃藥 有沒有其他醫治方法呢 防腎的病人 因為血核膏、糖尿病 或者有睡眠窒息 或者心泛膜疾病 或者甲狀腺不正常 灌心病引起心防擴大 令到心防跳得亂 而其中它最主要的成因就是 在左心防上有幾條靜脈 有一些多餘的細胞令到心跳 那些是引起兩個毛病 第一,它會中風 第二,它會有心臟衰弱 現在我們可以有些新的方法 用導管的方法 將這四條靜脈 用不正常的細胞清除 其中可以用射瓶消融 用一些電流 將那四條靜脈勾住 讓它絕緣不會跑出來跳 另外,我們也有些冷凍的氣球 短暫的氣球 塞住這些靜脈,不要冷凍的 溫度是負40至50度 將那些不正常的細胞清除 做完這些步驟後 病人的心跳可以減低七成或以上 CB,你和我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我們是想吃飯、喝酒,很開心 朋友的聚會會否減少心臟問題 肯定會 跟你一起聊天,很開心 我想一個引起心臟病的原因 就是壓力和不開心 如果開心,就好很多 但也要留意其他事情 例如最重要不要吃煙 血壓高和糖尿控制得度 還有我們一定要控制體重 因為過重就會令到 血壓高和糖尿陽高 今天和CB聊天是心服口服 謝謝你,CB,謝謝… 沒有酒,喝咖啡 謝謝… 謝謝… 喝咖啡 … 謝謝… 不給我… 有些救命… 不給我… 有些救命… 不用了 真心的休息… 感谢观看